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人间收割机谭松韵 内与顶流帅哥都已尽数倍你收入账下 谭松韵以清纯甜美的笑容和成功的动灵 是否一次次的刷新了你们心中不老女神的形象和状态呢 无论如何小编都被谭松韵甜美的笑容 精湛的演技和辛酸的经历深深吸引 她真的是既美丽又英气十足 特别是在2023年的尖叫之夜颁奖礼上 谭松韵领奖后 她优雅地下台阶 弯腰谨慎地从记者面前走过的举止 真正将教养二字的精髓深深地融入了她的骨髓 然而除了谭松韵优良的人品外 她身穿白色仙裙的样子 如同从画中走下来的美人 实在是既惊艳又可爱 甚至当镜头拉近到谭松韵的脸庞时 她那天然的鼻梁骨和性感的嘟嘟唇 真是妩媚与自然的完美典范 坦白说 虽然谭松韵的娃娃脸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她的演技发展 但她那原汁原味的面容在娱乐圈里却是十分罕见的 然而 谭松韵以满满的甜度和超高的糖分 成功将内鱼圈中的高大帅气美男子尽收麾下 近日播出的《你比星光美丽》中 谭松韵再次收获了一位帅气爆棚的搭档徐凯 当徐凯情不自禁地吻上谭松韵的瞬间 小编便深刻感受到谭松韵的迷人魅力 接下来 让我们一同看看谭松韵究竟收纳了多少内鱼圈的帅气美男子 看看其中有没有你们心目中的那个他 谭松韵 徐凯你比星光美丽 天啊 谭松韵真是太幸福了 在睡梦中 她竟被英俊的徐凯用她修长的手指唤醒 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甜蜜 当徐凯碰到谭松韵的瞬间 她露出的笑容甜美的让人心动 小编不禁怀疑 谭松韵这是真情流露啊 对此 许多观众惊叹 天哪 快十年过去了 我的耿耿竟然还是这副模样 完全没有老去 不得不提 心态极其积极且自律的谭松韵 她的演技正在迅速提升 而她那张娃娃脸却丝毫 没有显露出岁月的痕迹 特别是 谭松韵在遭到同事诋毁和上司贬低后 依然毫无怨言地加班到深夜 甚至还遇到了出租车司机的隐晦咒骂 真是世事不顺啊 然而 在这一糟糕时刻 徐凯犹如白马王子般 以高冷而潇洒的姿态走向谭松韵 她那苏玛的眼神与震惊的面容 瞬间让周围弥漫着粉红色的泡泡 谭松韵收到好闺蜜和瑞贤送的礼物后 她面带疑惑地问道 我非常喜欢这份礼物 不过这个插头应该插在哪里呢 值得一提的是 谭松韵不仅与男生对事时露出甜美的笑容 和女生对事时同样展现甜甜的笑容 甚至偶尔还能看到她自然地翻白眼或做出搞笑的表情 尽管谭松韵的创业取得了成功 但她仍为找不到投资人而感到惆怅 就在这时 她的好闺蜜帮她联系到了徐凯 然而 当谭松韵在她闺蜜面前装作不认识徐凯时 她的表现既笨拙又可爱 与此同时 徐凯的神情则清楚地透露出一种嘴硬但一切尽在掌握的态度 尽管整个画面是无声的 却充满了甜蜜的氛围 另外 花絮中还展示了谭松韵和徐凯 你追我赶的画面 小白猫般的谭松韵成功将大老虎徐凯收归囊中 甜蜜满意 哇塞 谭松韵在徐凯使用男朋友特权时 那羞涩又暧昧的样子 真是令人惊艳 实话说 谭松韵在《你比星光美好》中展现的是一个励志女强人的形象 而在归路里 她则饰演了一个温婉居家的小女人 等待丈夫归来的角色 谭松韵 井百然归路 在归路里 井百然充分展现了她的男友特权 整个画面依然顺眼自然 俨然是一副老夫老妻的生活模式 在目睹井百然细心而充满爱意的擦拭 谭松韵那稚嫩的娃娃脸和白皙无暇的双手之后 才明白为何她会调侃谭松韵 从小就懒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井百然的宠溺 哈哈 然而 在归路中 谭松韵并非总是懒洋洋的 瞧 当她翻身上马 深情的吻上井百然的那一幕 是不是给了你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呢 清晰地看到了谭松韵 满怀深情的吻上井百然的那一刻 小编不禁感受到她长久以来空洞的心 终于得到了抚慰 这种既虐心又真实的情感令人动容 我特别想念你 你也想我吗 谭松韵用她那娇柔的声音 说出肉麻的情话配上天寒地冻 大雪纷飞的场景 真是绝妙 瞬间升华了爱情的精髓 谭松韵 王凯向风而行 尽管雪地分为极佳 谭松韵和王凯在大街上演绎的甜蜜拥抱也同样引人注目 两人深情相拥 彼此奔赴的场景 让观众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 甚至在谭松韵醉酒向王凯表白时 她才了解到 清醒时的谭松韵是一位坚韧不拔的人 而醉酒后的她却变成了撒娇的小野猫 谭松韵果然名不虚传 两种情绪之间的切换既迅速又自然 CP感也非常强烈 完美融合 谭松韵 林更新请叫我总监 当谭松韵身高 1米62的娇小身躯 与林更新1米86的高大身影接吻时 她凹凸有致的身材完美展现了 性感小女人的迷人特质 而且 林更新深情忘我的吻的 她的鼻子都有点歪了 咱们说 真的有必要这么用力吗 哈哈 值得一提的是 谭松韵不仅吻戏不会让观众出戏 她在搞笑场面和表现委屈到泪流满面的神情时也非常出色 结语 观众们在观看谭松韵的现代剧作品后 尽管她的所有剧集都是甜宠类的都市剧 却没有产生角色混淆的现象 另外 提到谭松韵和任嘉伦在锦衣之下的屋顶吻 你们肯定都知道 这一幕依然甜蜜且充满看点 即使谭松韵与比她小10岁的宋威龙同框 她们之间的浓厚CP感依然显得非常气和且扬眼 许多观众对此表示 谭松韵的娃娃脸无论与谁搭档都很合适 最重要的是她始终显得年轻 那么 在谭松韵和徐凯 景百然 王凯 林更新 任嘉伦 宋威龙这几对CP中 哪一对让你们心动了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